好 各位觀眾我們來回顧一下第二回合 WHY SPIDER的MAX就去拆WINS的房子 就獲得了勝利了 然後也是史上第一次 把對方房子拆光光了 對方也沒打GG自己就獲勝了 對 這場 不過這個比賽真的有點令人 不知道怎麼講 對 這場比賽WINS其實在前期有偵查到 那他的假放在一起過去什麼都有看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完全沒有做一個防守 然後後來做一個殺我的時候 他也沒有升起閃線追劣做一個防守 其實閃線追劣是防守的最佳利器 對付飛躺的時候 對 那這樣子一個狀況之下 感覺是任人宰割到後來直接跟你選擇跟你換家 你也沒有什麼機會了 對 所以包括橘子熊隊的事業教練 平常很斯溫的事業教練也板起臉孔 來一直跟WINS一直講 怎麼會打成這樣 好 不過這個是不是也做了一個舞台給SAN KLF賽制他有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橘子熊要贏的話 就是SAN要連贏三場 就是要OK 對 那MAX挺進到第三回合了 要對上的是SAN SAN目前19勝3敗高達8x64的勝率 而且拿到了10連勝 聯盟最長的連勝記錄 已經破了是DS上個賽季寫下的7連勝 OK 那SAN能不能夠真的演出一大三 齁 咳嗽勸退流 酷酷勺勸退流 勸退流 讓你小心等一下會被傳染感冒 好他們是在安提卡傳場 對那這邊看到 那這個是六點鐘方向 是我們橘子熊的SAN 在我們藍色藍色的蟲族 那再來喔 這是一個兩點鐘方向的 是我們White Spider的MAX 對那是我們紅色紅色的蟲族 台灣蟲王SAN 他在台灣電線連賽 滅對蟲族都沒輸過 因為他只輸過神族的輝嘛 他對蟲族有過三次 僅僅三場而已 那贏了白一場 贏了MAX兩場 那至於呢前面有提到過 橘子熊隊啊 KOF賽制 擂台賽制 其實有五場 過去五場 橘子熊是三勝兩敗 那SAN呢 只參與過一場 因為他有兩場出國不在國內 另外有兩場是Slam 十年之階 AK 讓SAN就直接在旁邊吃雞排喝咖啡 就不用上 那有一次呢是SAN呢 當時是橘子熊 1比2已經落後被人家聽牌了 結果SAN呢 第四第五回合都贏下來 對上樂神鋼鐵人這樣子獲勝 1比2落後變成3比2獲勝 他只參與過那麼一次 那當時是1比2落後 他現在是面臨到0比2的落後 對落後更多 對可以說更艱難的一個 對SAN來講的挑戰 但有人說 這個就算你有十條命 對SAN好像也沒用 不知道啦 今天就可以看看啦 因為除了MAX之外 後面還有NIFI還有DS 對在後面等 對把關的 你看有三個關主 看誰能夠擋得住SAN啊 就是好看的這邊 好看這個開局呢 好王蟲來了 開局了兩邊的王蟲都是飛錯邊了 對不過我們還需要第二隻王蟲 他還是查得到 那兩邊都是一個裸雙開局 也沒有快攻 所以前期雙方 這樣子算是都是差不多 好 就來看啦 再出一化蟲 再出一化蟲的時候 我們的MAX 同時在提 提升我們一化蟲的速度了 好SAN這邊也在提 兩邊一樣跟第一場一樣 兩邊都是裸雙 兩邊現在都在提 提一化蟲的速度 是那這張地圖 安提卡傳場 就是落敗方 就是上個回合落敗的 橘子熊隊這邊 所挑選的 SAN挑的這個地圖 那他在安提卡傳場 是三戰全勝 贏過How are you 還有Airport以及灰 那MAX則是沒有在這張地圖呢 出賽過 所以有時候對方又是同種族的 我們有時候挑什麼 蟲圖啊什麼的 意義不大 意義就比較小 對同種族的對戰 其實通常都是 就是不會特別 好 這邊吧 前期先出了60億化蟲 那我們看到兩隻後蟲圖 補得非常非常好 起碼Bini取消 好 再繞 前期能騷擾多少算多少 先出了六隻的一化蟲 做一個騷擾 那這邊是MAX 反觀 SAN這邊是繞了一化蟲進來 再做一個偵察 一隻而已 對橘子熊隊需要藍色的 SAN這邊是藍色的 MAX有看到這隻一化蟲 好 SAN這邊再升級 再升毒爆了 那放下了B4 對 其實看到蟲對蟲的時候 之前也跟大家提到過 大家也可以來看 星海2的 這些玩家 粉絲觀眾們 就是跟SAN打的同步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 分到揚標 為什麼SAN的戰績可以這麼好 因為前面前期 可能看的都差不多 對 齁 前面看的都差不多 開局都差不多 對 這邊的話我們看到 這邊其實抓比拼操作 先想辦法換掉那個 喔SAN 稍微 好其實也沒有虧很多 好 稍微還是趕走了 家裡面一下要等地刺完成 兩邊都放了地刺 再做一個防守 好SAN這邊再補弓兵 家裡面有毒爆蟲 對前期了一個拉鋸 那雙方其實現在還差不多 那 你追你你追我 是 而橘子熊隊呢 本季 前面兩回合都輸 就0比2落後的狀況 有 這是第六次了 前面五次了 0比3被一波帶走了兩次 有一次還3比2逆轉打敗樂生 有兩次是2比3輸 有一次是有逆轉獲勝過 但他們也曾經0比3輸 而且是SAN在的時候 就是SAN輸給了灰 CRODI輸給了白 SAN輸給了GO 他們也曾經有過一次 真的0比3輸的狀況 這邊 這邊 沒有撞他 這個 再回頭還有這個機會嗎 沒了 而且會被各個擊破 錯過了就再等 這個 還是被撞掉 怎麼會這樣 命運註定就是要被撞到 你繞開了一次還是會回來的 哇 本來是想說已經錯過了 像是變了新的女朋友回不來了 結果 又回來了 對 真的是命中注定 什麼風把你吹回來了 對啊 直接撞爛他現在 對 錯放你的手之後 你又回來了 頭懷送抱 對 這邊 SAN這邊在補 弓片雖然就補得比較好了 比較開心了一點 對 所以剛剛我們這邊的話 少量的獨寶 其實撞掉對手 抑化蟲 壓力真的大減 那現在升級了 二級主寶是已經在 快要升級完成了 而我們的MAX好像 選擇三框壓一波嗎 現在是一個三主寶 但是沒有升級二本 然後再提一攻 那這是我們有時候常見的是 蟲出選手 雙框 直接壓一波做一個攻擊 是 現在看到 直接來了 而且我們看到後蟲在附近 就是把蟲都先清掉 那現在就要來看了 現在蟑螂的數量 是MAX這邊是領先的 卡人口啦 因為蟑螂然後被打掉 那這邊 他又要從先衝進來 這個蟑螂會不會 有點 有點讓San驚訝 那後面這邊只有三隻 應該是要先送掉 對 MAX這一波壓過來 對 San守不守得住 這已經是個賽末點了 對 這賽末點齁 這應該是要直接要壓主礦 沒有時間到外面徘徊了 對 有可能發生嗎 很多的橘子熊的粉絲 就是想要看San的AK一打三 結果 會不會看到MAX一打三啊 對 昨天想看攝影看到 前天想看攝影就看到slip 對 今天會不會看到其他的 如果 背MAX的槍聲哥一打三 真的就 你敢信嗎 對 不過MAX的眼神也很殺喔 不能小看他 不過這邊 雷婆蟑螂San 要硬手 所以我看到這個部隊力量 感覺San是 San是非常有信心 後面的蟑螂在補出來 兩邊都是一攻蟑螂對衝 但是家裡面有地刺做一個防守 對 San這邊再後退一點 地刺 再後退 我們有地刺 那後面要補 又要重過來幫忙嗎 MAX的蟑螂也很兇 MAX後面蟑螂補出來 對 他不怕San的蟑螂 他怕地刺 其實地刺可以考慮優先點掉 這邊的操作 是不是要先把地刺點掉 好 先把地刺點掉 但是這邊的部隊不能退 因為對方有提速你跑不掉 結果MAX的蟑螂 剩下三隻了 會異化蟲也往後跑 都不來助陣還往後跑 沒有辦法救了 MAX這邊異化蟲補得太晚了 如果剛剛那邊 我們在蟑螂在前線 雙方在拉鋸的時候 你異化蟲跟上來 會用一個毀滅性的攻擊 但是現在感覺有點太遲了 對 如果異化蟲 還可以幫忙去咬一下地刺有沒有 把你的湯下肉盾 讓地刺去攻擊什麼異化蟲什麼的 現在反而是San的蟑螂群 藍色的蟑螂現在過來了 而且擁有提速的一個優勢 那現在在升級的是 2級的攻擊力 升級完成之後 還擁有一個攻防優勢 所以San這一波反壓過來 現在只是想要打你哪裡而已 San現在是大優了 San現在是有一個還蠻大的優勢 不過MAX這邊也有地刺 這個散蟑螂 我們看到瞬間三層的弧形 那後面想包 前面蟑螂也要跟上去 蟑螂沒有提速 真的走很慢 雖然在重胎上 雖然在重胎上 但是我也在重胎上 結果MAX打出了GG 對橘子熊隊的主將San 好 守住了這個賽末點 現在我們要請觀眾朋友休息一下 再來看第四回合